而白龙王呢在逝世之后 这几天他的信徒络绎不绝前往悼念 根据中天特派记者的现场观察 发现呢白龙王的逝世很有可能 也会对于泰国的观光造成影响 泰国白龙王庙香火鼎盛 信徒也是非常的多 以往游客呢凌晨就得要排队 游览车是一车接着一车来 但是现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白龙王走了 以往希望祈求白龙王问世 跟求平安的游客 也是明显的减少了许多 对于许多泰国旅行社来说 的确受到不少冲击 所以客人有听到这个事情 可能有客人应该有减少了 有没有人就是可能知道说 以后没办法问世 会取消这个白龙王的事情 有信法的客人呢 应该也是取消 应该有一部分 但是有些要相信他的事情 所以应该会到这边来采访 他也顺便来这边玩 所以对你们来说 就是的确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有 根据记者这几天的观察 来到白龙王庙参拜的信徒 大多都是以前就曾经拜见过 白龙王的乡客 他们会送上花篮 来到灵堂前上乡 而一般呢 络绎不绝自由行 以及旅行团所带来的游客 现在几乎没有 可以感觉得出 白龙王庙对于泰国的旅游业 带来了不少冲击 以上是记者陈俊杰一针 来自泰国的采访报道